全国最大电信商Rogers即1月份宣布在温哥华、多伦多、沃泰华和满蒂克推出5G系统后 周二宣布将5G功能扩展到国内另外50个新地区 Rogers建设5G的脚步比预期要快 今年初原定计划2020年底将5G扩展至20个城市 但现在承诺年底会达到60个城市 这些新城市包括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加和宾顿 大温哥华的本拿比和兰里 以及卡加里、爱明顿、魁北克市、利斋拿、沙斯卡通等地 负责嫁接网络运营的高级副总裁普里格说 目前5G建设尚未到免省和海洋省份 但很快都将一一实现 对于拥有支持5G智能手机的用户来说 这项新技术可提供更快的数据速度 不过要想获得5G的全部好处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许多功能尚处于理论阶段 例如创记录的低延迟仍未实现 普里格说5G技术需要大量新的基础架构 因为它不仅是对现有4G网络的改进 而且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建设 普里格解释 1G手机仅可通话 2G手机增加了短信功能 但数据传输速度极低 3G以更快的数据速度 引入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浏览功能 而4G以更快的速度 令手机功能更多元化 5G的某些更高级的功能 将要求像Rodgers这样的运营商 购买额外的频谱许可证 根据咨询公司艾森哲2019年的一份报告 到2026年 在加拿大部署5G的经济产值 影响总计将达到400亿元 并创造25万个永久性新工作岗位 2018年Rodgers与爱立信 宣布成为5G设施的合作伙伴 共同开发和建设加拿大的5G科技 如今试验上开始出现所谓的5G手机 例如三星S20系列于3月份上市 是加国的第一款5G手机 贝尔在2020年6月宣布推出5G 是加拿大第二家公司宣布5G计划的公司 初步在满蒂克 大多伦多 卡加里 爱明顿和温哥华建设5G 贝尔宣布后一星期 严苛随即宣布在多伦多 满蒂克 卡加里 爱明顿和温哥华推出5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Sound Dual 吉他订阅 转信 吉他订阅